其实从上一集讲到韩战 然后到这一集的李大安 如果你没有仔细听 应该会觉得非常的混乱 因为这些大时代下的人物 他们身份是一直在转换的 像是志愿 然后或是被俘的志愿军 进入了战俘营 有的有志愿或者被志愿 回到大陆去替美军出任务 他们还有说过什么 让老台人印象比较深刻的经历 皇甫毕业的杨树芝伯伯 他是四川人 韩战爆发六个月 他说重庆公安局的指导员 有一天突然间下命令 说需要一批驾驶员 到北京封台 把卡车开回重庆 他会开车 所以就被派到了封台 到了那里 却散了苏联的驾驶大卡车 就一路开到了安东 但这个时候大家心里就有数 就认为说应该就是要去打 看美元草 所以他说 他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变成了支援军 李李逃过美军轰炸的杨伯伯 他就动念想要投降 因为刚好他回去的桥也被炸断 所以他刚好就在开城遇到的一对华侨夫妇 透过韩军的协助 主动向联军投降 后来就被安排在72号战福尹 这个也就是在王顺清联队长的下面 底大安是副联队长 他从小队长开始做起 之后就担任二大队的队长 还有第一大队的队长 杨伯伯说 王顺清来台湾之后 争议很多 很多人要告他 可是他在战福尹里面很吃得开 主要就是靠着聚济岛事件 获得美国人的信任 这个聚济岛事件 是主要的事情是什么 聚济岛是南韩的地妖大岛 1951年11月 美军在这里建立了战福尹 总共关押了朝鲜人民军 大概是13万人 另外有2万的志愿军 大部分的来源 这个我们之前提过志愿军来源 主要就是第五次战役 第六十军一八零师 那他们呢 大部分都是被关押在第71号 72号还有86号的战福尹 1951年10月10日前夕 台湾派人 就是送了青天白日起 进入战福尹 希望在孙十节的当天呢 能够进行升起 来证明说战福都是支持 来到台湾的蒋介石 这个时候呢 第86号战福尹里面 有一位是第180师的张哲史 他毕业于清华大学 英文很好 他在战福尹里面呢 担任战福总代表还有翻译 在他的主导下 11月9日那天晚上 在86号战福尹里面 进行搜索 就是想要把这一面旗子 给找出来 就发生了夺旗战斗 亲共还有反共的两边 一共是大概一千几百的 在黑夜中打了一个多小时 彼此就是富人石头 用铁片砍 甚至于抱在一起用牙齿 是一场小规模的原始时代人类的战争 等于在聚济岛这边 国共战线又再一次的延长 没有错 第二天在美军神父的支持下 防共的战俘就在孙世杰升起了 青天白日起 亲共战俘就上前把他给夺下 并且烧毁了这一面旗子 后来美军就传入了战俘营 有80多名的亲共战俘就被镇压 甚至还有人被打死 后来美军就决定把挺共的战俘 这个另外隔离 要建立另外一个战俘营 1952年4月6日 美军他们就宣布说 全体的战俘要从4月8日起 接受遣返志愿甄别 于是战俘营里面的国共内战 就开始展开了最后的决战 而且他们几乎都是一年前 生死于共的弟兄 那几天战俘营里面的 亲共还有反共的战俘 打得特别激烈 同时反共的战俘 对于拒绝去台湾的战俘 就进行了大规模的强势的作为 四川大学新参军的外语系学生林学浦 被李大安给当众剖腹挖心 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李大安事件 或林杰普事件 两天后4月8日 联军就正式实施了所谓的四八大分家 把反共的战俘营 就是由聚聚岛 迁移到济州岛的墨色浦营 这就是台湾以前讲到战俘营 大部分都会提到聚州岛的缘故 可是聚聚岛的事件还没有结束 四八大分家才干满一个月 1952年5月7日 在志愿军战俘的配合之下 私下自制大批冷兵器 也就是刀还有锚 甚至于是汽油弹的朝鲜人民战俘 他们在战俘营的门口 把美军的战俘营施定杜德准将给扣留下来 你说这些战俘用自制的冷兵器 然后挟持了一个美军将 你这听起来很不合常理 杜德他为什么会被扣留 因为他本来是有配枪 可是他为了要取得战俘的信任 所以他进战俘营的时候都没有配枪 就给了可乘之计 中朝战俘打出来的标语是 答应要求保战安全 如果武力镇压后果制服 美军第八军司令两次紧急来到了聚集岛 他下定说绝对不会答应战俘的要求 必要的时候会实施武力镇压 并且把时间定为5月10日 不过后来杜德他还是被迫签署了战俘的文件 上面写着说 联军对战俘大量的虐杀 用机枪扫射 甚至于拿战俘进行细菌 或者说毒气炎子弹等试验 杜德他后来被示范了 之后美军就开始对暴动的中朝战俘进行镇压 而调查显示 策划主导的应该是人民军 就是北朝鲜他们泰人 就是故意被俘 进入战俘营里面去策划这一起事件 那镇压之后应该没有这么快就结束了吧 这件事情 四八大分家之后 反共的战俘营他们在冀州岛的穆瑟浦 战俘营有无数的士兵就在那种非常恶劣的环境下生活 除了拥挤之外呢 最重要的就是实物问题 那实物的短期就造成了战俘营里面想要花变的这种气氛 杨树之杨北北他回忆说 他那个时候一个小队的人数大概就有200人 可是呢他们只有一顶战盆 大家就只好轮流睡觉 而对上其他人呢 就只好在战盆外面坐着休息 或者说无所事事的想东想西 他们在四八大分家以后呢 他在冀州岛 这个干去那边待了半个月 营里面就因为粮食吃不饱 就群起暴动 而这一次主要其实都是反共的战俘 那美军呢 也出动一样 就是出动的重机枪来镇压 他说死三无数 老谭讲到国共在韩战战俘营的纠葛 这些事情其实背景是有政治因素 那暴动的发生 其实看起来更多是为了生存 是 其实战俘营里面生活非常的苦 我们之前提过的刘伯伯 他说那个时候呢 在里面吃得非常之差 台湾人只知道他们身上吃了反共抗恶 这四个字 都不知道他们私底下都在讲说 反共抗恶打老美 你就可以知道说 生活苦到什么样的地步